开车你只要会看A柱夹角就够了 刚拿驾照没有车感的新手朋友 要想在我们这样的窄路开车做到来气自如 其实你只要掌握我们的A柱夹角开车技巧 那么你再来开车上路就能避免90%的开车寡菜 第一点开车上路无论是在窄路还是在狂路 我们掉头或者是转弯的时候不知道如何打轮 转过来以后看不到前面的障碍窝 那么我们是不是要把我们的车辆往后退 退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要退多少 那么我们只要盯着我们的A柱夹角 方向盘打马以后往后退 只要能看到A柱夹角和我们前方道路重合以后 我们再打轮 这样转过去我们的车头是最短距离的掉头过来 最快捷最方便的一个点位 第二转弯时一到车头全有墙 不知道什么时候打轮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车尽量的往前开 也是盯着我们的A柱 只要我们的A柱夹角和前方前脚底部重合的时候 我们打轮 我们的车轮 我们的车头脚就不会刮蹭到前方的障碍窝 那如果我们一到的是斜着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记住左转看左侧A柱 右转看右侧A柱 要右转时 右侧A柱夹角和咱们的这个前脚底部重合以后 我们再打轮 这样我们的这个车头脚就不会刮蹭到前方的障碍窝 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转 第三 倒车时 一到车身一侧有障碍窝 把我们的车辆往后退 只要我们坐在车内看到A柱夹角和旁边障碍窝 对此以后我们再打轮 就不用担心哈 我们的车头脚会刮蹭到前方的障碍窝 障碍窝出现在左侧还是右侧都是一样的 第四 会车时不会判断我们车身以旁边车辆的距离 那么就要盯着我们的A柱夹角 通过时 只要我们的A柱夹角在旁边车辆大灯以下 回正方向板往前开 通过时 我们的车身和旁边车辆的距离 至少还有30厘米 大肺 放肆 大胆的开 第五 转弯时一到车身一侧有障碍窝 我们要A柱夹角扫着障碍窝底部走 此时我们的车身和旁边障碍窝的距离还有80厘米 判断车机以后把我们车往前开 后视镜和旁边障碍窝平行以后我们打轮 这个时候我们的车身就不会刮蹭到旁边的障碍窝 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转弯 第六 新智开这车路爱跑偏 除了看我们方向板正对的咱们正前方的位置以外 我们还可以看我们的A柱夹角 用A柱夹角扫着咱们的线走 此时我们的车身和旁边障碍窝的距离也是还有80厘米 那么这个时候只要我们扫着线走 我们的车就不会跑偏